3比0 辽宁加石逆转广东 冠军一城囊中之物 大家好 这里是大唐辽球 欢迎广大球迷 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就在刚刚进行完的CBA半决赛广东对阵辽宁队的比赛中 辽宁加石一分险胜 进入到CBA的决赛 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浙江和上海之间的胜者 本场比赛 双方一直缠斗到最后一刻 在常规时间打成平局 加石赛 辽宁队才以一分险胜广东队 本场比赛 广东队也显示出了孤注一掷的气势 完全放弃了以前的主力阵容 派了多名年轻的队员上场 特别是后卫球员 不管什么时候 始终有两名球员形影不离的和赵纪伟 郭爱伦缠斗在一起 来干扰两人的进攻 让他们不能很好的组织球 致使辽宁队前场比较困难 本场广东队三分球要远远的高于辽宁队 球员投篮非常果断 只要拿住球 有机会就投篮 由于队员心态的放松 所以投篮命中率相对的比较高 反观辽宁队因为前面以2比0领先 本场稍有松懈 队员始终没有进入状态 但是也没有让广东队把比分拉得很大 才有了最后时刻的逆转 从本次半决赛三场比赛来看 辽宁队进步最大的球员是张振林 三场比分得分都非常高 而且也相对的稳定 最大的发现就是莫兰德 莫兰德在半决赛中表现非常出色 特别是在防守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本场比赛是莫兰德拼得最凶的一场 辽宁队能够获胜 是和他几次奋不顾身的冲枪 前场篮板密不可分的 比赛虽然艰苦 但是辽宁队终于踩着广东队的身体 闯入到CBA的决赛 这对辽宁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另一半区因为浙江队的胡金秋和赵延浩的受伤 让比赛充满悬念 即使浙江队进入决赛也是非常的惨烈 所以在冠亚军的争夺中 辽宁队将占据绝对的优势 本年度CBA的冠军将归辽宁队 广大的球迷 你们怎么认为呢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评论 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